没想到名人居然让灰烈玻璃出了班 就在名人收服了灰烈之后 第四次忍戒大战终于落下帷幕 回村后刚手召集了村里的主要忍者商讨战后遗留的问题 其中在场的只有名人和左诸是下人 刚手按照先前和火之国大明的约定将火影之位让给了卡卡西 陆九率先打破了会场的成绩 大家应该都知道名人来自未来的事了吧 此话一出现场的气氛煞时间变得异常沉重 从未来回到现在这种事实在太过魔幻 但结合名人自忍校毕业后就一改从前的吊车尾就完全解释得通了 通过这次战争 忍者们长久以来建立的忍者观受到了毁灭性的冲击 大家都得知了未来的敌人是比班和灰烈更加强大的人物 所以无论他们再怎么努力训练 在那种人物面前也只能轮回炮灰 好在名人作为未来无影之首 他早已精通了笼络人心的门道 楼椅上能撼动大象 不要小看了羁绊的力量 这次提前知道了敌人的情报 一定会比前世那悲惨的结局好得多 在名人一番嘴顿下 众人再次被激起了斗志 陆九环顾四周后开始阐述了自己的想法 他认为接下来要做的应该借助忍战的余热 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未来将面临的威胁 好让人们自发的行动团结起来 名人举双手赞成 最后他们决定再举办一次无影会谈 散会后自来也找到了名人 他现在终于知道名人为何第一次跟他见面时会如此激动 原来托名人重生的福 自来也好久物语才没有终结在余影村中 名人向自来也道歉自己隐瞒了他这么久 因为他不想让师父早早的就承受如此重担前行 自来也文言大笑了起来 他笑称自己可是传说中的三人 夕阳的余灰洒落在二人的脸庞上 长椅上传来了师徒二人振振爽朗的笑声 赞别自来也之后 名人用飞雷神来到了灰叶所在的家中 灰叶由于大桶木的天性天生喜欢种树 为此名人扛来了一包花木的种子 而他这次来还有一事相求 那就是是否有办法将被灰叶吸收的斑放出来 灰叶秀中的黑爵一听到斑的名字吓得直摇头 灰叶听到名人的话若有所思地说道 要将那人剥离出来也不是没办法 但那人曾经是食伪的人助力 脱离了哀家的身体就相当于失去了伪兽的人助力 并无法存活多久 关于这一点 名人让灰叶放心 他自然是有办法 在他的计划中 斑也是未来对抗大桶木不可缺少的战力之一 看着名人那坚毅的眼神 灰叶不再多言 他化身卯兔形态后将斑吐了出来 名人见状跳至斑的身边 并用羊之力延缓了斑消失的生命 之后名人在手中凝聚出了一团石尾的查克拉 同时让水门将这查克拉封印在了斑的体内 这样一来就能斩断人助力被剥离尾兽后必死的因果 片刻后斑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得知事情经过后他不屑地表示名人多舍 即使灰叶不主动释放他出来 他日后也会找机会反噬对方 之后他看向了闻声而来的柱间 在灰叶的体内他已经知道了一切的真相 他居然差点成了毁灭世界的帮凶 而不是带领人们走向和平 到头来终归还是他错了 逐渐与众心长地扶起了斑 安慰地表示斑也是为了心中的梦想 这才走错了路 好在现在还来得及 让我们携手来助名人一臂之力吧